你有点点吗 你看得到我吗 戴上大大的特质遮阳斗笠 穿上防晒袖套 最后背上竹笼 装备齐全之后 出发前往茶叶园 台东路野地区盛产好茶 可以说是远近迟名 近年来先府推动观光有城 也将观光结合了农村生活 让游客不仅来到路野 可以品尝到好茶之外 还有DIY等等的体验游城 当然还可以来到茶园 体验采茶的乐趣 哈喽 晚真现在的位置是在龙田 你看看晚真现在全副武装 什么装备都有 包括超厉害的斗笠 有遮雨的功能 以及我手上的手笼 还有我后面推放茶叶的装备 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采茶 什么叫一心二叶 我们今天请到了王力宏 来教我们采茶 嗨 就是其实采茶叶 你也要看你要制成什么样的 它能确定它要的极心企业这样 一大片绿油油的茶园 使茶农们努力的心血 在细心的照顾之下 种出来的是最优的品质 除此之外 采收茶叶更是一大学问 这一心二叶是我们要做 那个嫩芽的红茶的时候 要取自于 因为嫩叶它的 那个含量比较多 那它做出来的就会做嫩 就是一心二叶的话 它采出来的是为做红茶 然后也会采到四叶 因为老的叶子它富含的含量 就会比较多 那它制造出来的香气会比较扎实 下次如果有机会 你也可以来到陆野地区 享受农村生活 体验茶农的辛劳 感受台东温暖的人情味 品尝最道地的台东好茶 来一趟不一样的台东之旅 东南新闻真会路 林婉珍陆野香采访报导